市長 你首次開議 第一次的施政報告 我要給你勉勵了 因為我才三個多月 那就推出了很多的政策 包括這個生育獎禮是加倍 然後這個U-Bike 前三十分鐘是免費 那還有這個恢復 這個一千五百塊的重陽金老理金 然後提高二到四歲的這樣的一個 私幼的一個補助 我可以感受到你是有 這個大刀闊斧的一個決心 但是呢因為今天時間有限 我只能夠針對部分去質詢 我想柯市長一上任 就取消這個重陽金老理金 那其實這八年來 我幾乎是每個會期都質詢 那最後呢 總算在我們藍綠的議員 大家支持而且提案 然後表決通過 柯心不甘情不願 說要發一千二 那你也很好啊 兌現了選前的一個政見 說要恢復發一千五百元 這個長輩很開心耶 那可是呢 柯文哲就批評你啊 說你是債留子孫啊 說你是什麼 重回民粹的政治老路啊 可是我覺得你可以反擊啊 因為我要講實話 我們這一切都是按照相關的預算法規 做整體規劃的嘛 是不是 對啊 而且台北是首善之都啊 對不對 裁員最好嘛 對不對 本來就應該要恢復一千五 所以啊 對的政策就要堅持 不只是重陽金勞理金 好不好 好 謝謝議員 另外啊 先要恭喜你喔 因為你一月底的時候 就迎接三寶對不對 那你為台北市做了一個很好的獎勵 你生育的一個表算 那你的這個 生育的一個獎勵啊 這個是 原來是一胎是2萬 第二胎是2.5萬 第三胎是3萬嘛 那你把它提高到 第一胎是4萬 第二胎是4.5萬 第三胎以上就是5萬 那這個是在4月4號實施 其實早在110年的時候 我就針對桃園的一個生育率 是連續五年是全國之冠 那這個可以部分歸功到他 有一個所謂的333的一個生育獎勵 那時候他第一胎就是3萬 由於當時的柯市府的2萬 可是柯市府不聽喔 那我很開心 你提高到4萬 這是減輕年輕人生養的壓力 這個我是給予肯定的 不過不過 因為4月4號之前的4500名 新生兒的家庭 就沒有辦法享有這個政策了喔 我覺得這可能是你百日的 新政當中美眾不足的地方 那我希望蔣市長你能夠回溯發放 這個不要讓那個新生母母覺得很餓完 那我記得我們跟你的那個黨團的共識以上 你有說過你會尊重議員的決議對不對 有嗎 對啊 那所以我現在就是要跟你清楚的表達 我希望你能夠恢復能夠回溯啦 回溯到今年的1月 雖然會有些經費預算 但是就像前面講的嘛 對的事就要堅持去做好不好 可以嗎 謝謝議員的建議 我們都會來做審慎的評估 當然如果議員有提案 或是議會有決議我們一定尊重 你放心我們都會支持 因為我們都希望給這些新生兒的這個家庭 一個小確幸好不好 另外呢跟人口有關 你知道截至3月台北市的人口數是多少你知道嗎 我們目前最新的人口人數跟議員報告是249萬7千人 對 差3千人就要到250萬 是是 那依照地方制度法直轄市的副市長 是兩個人來相助市長處理市政 那可是人口數如果250萬以上就可以再增加一個對不對 那台北市在2011年其實有增加一個 後來因為人口外移了然後銳減到250以下 所以就減少一個現在就兩個 我要講這兩個副市長真的都非常的專業 非常的優秀而且很禁止 我真的是給予大大的肯定 可是他們很辛苦啊 為什麼因為兩個人等於幾乎要做三個副市長的工作 這個壓力也很大 所以我是想說市長是不是應該要再加把禁嗎 因為差沒多少嘛對不對 你要想一些相關的政策 把人留在台北 鼓勵他們去生育 這個不只是減輕我們兩位副市長的壓力 同時呢也能夠避免人口外移 而且減緩少者跨的問題 你說對不對 對吧 議員我們已經成立了人口對策委員會 第一我們把層級拉高到府級 第二我們跨局處來討論 第三我們整合各方的資源 也會引進民間專家學者的意見 就是要針對議員的建議非常好 我們不只要提高新事項人數 也希望吸引更多的人才來到台北市 留在台北 對 我希望在你的任內 可以看到台北市迎頭趕上桃園 成為我們六都之中出生率最高的 而且是最宜居的城市好嗎 好 另外呢 您雖然提到這個都更武建 是有助於更新的一個速度 可是我要說 去年我針對萬華這個中正這些老舊的社區 都更進度的一個緩慢 我要告訴你喔 那時候我發現到台北市的屋林 30年以上的公司立屆老舊的房子 是將近320萬棟 是全 全六都之首 那在我的萬華中正 尤其萬華 它的圍繞跟都更的核定的比例 卻只有0.33%跟0.43% 是全市之末 可以是弱勢再弱勢的一個現象 那因為時間有限 我只是要提醒你說 為了加速老舊社區的都更 單靠這個都更武建 真的還不夠喔 我覺得要注意到下面哪個問題 第一個就說 怎麼樣在我的中正萬華這些老舊社區 去推展策略型都更 或者是你去檢討圖管八十這二條 還是劃定一個產業專區的規劃 因為像萬大捷運線的沿線喔 那個TOD的榮獎範圍的擴大 就是我爭取的 可是因為土地使用分區沒有調整 他基準的容積不高 所以榮獎也不高 所以對於老舊社區 誘因還是很低 所以我覺得 我剛講的上述這些相關的法規 或者是方式 我覺得都應該要去檢討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呢 中繼住宅的規劃 因為你如何在這個都更的一個過程當中 來協助安置這些弱勢的居民 來加速都更 其實不要一直都是在蓋社宅 我覺得是可以換一個觀念 是不是可以在這些老舊社區的都更這地方 去推所謂的中繼宅 然後你等到都更到了一個程度了以後 那你再把它轉換成社宅啊 對不對 因為你看 現在新齡國宅改建 它將近四百多戶 然後結果呢 本來你們想要安置在旁邊的中心社宅 可是那只能夠安排兩百多戶而已啊 你還有一大半的人 他們何去何從 他們真的都是弱勢在弱勢耶 所以如果能夠在這個老舊社區 先以中繼宅為主 先來蓋中繼宅 然後來安置他們 就像方和聲里長講的對不對 如果你可以在我們的中華路對岸 那個國產署的那片土地 來彈弓半都更 來掀蓋中繼住宅 安置南極場這麼多的弱勢的民眾 那才有辦法讓整個南極場都動起來嘛 對不對 所以市長 我剩下一點時間要給自動 所以是不是能夠針對我剛剛講的 來去努力 因為在萬華地區 其實好多地方都符合公辦都更 甚至我們可以跟里長去做這樣的合作 能夠盡量做一個大範圍的都更 走策略型都更 或者是萬大捷運線上我講的 你要檢討一下 是不是產業特區發展 否則真的 我那次幫你們開了說明會以後 結果好多里長跟地方人是罵死了 說那這樣子還不是一樣 因為我這個是二五而已啊 對不對 你看我們萬華地區的老舊房子這麼小 那如果說改建以後我還縮水 我乾脆就不改建了嘛 是不是 因為這是有居住安全 生活品質跟地方景觀的這樣子 三個很重要的這樣影響啊 好不好 好謝謝議員 包括策略型都更還有中繼宅的建置 這個我們都會請都發局來積極研議 包括萬大捷運線沿線 大家也很希望怎麼樣想辦法 讓他們能夠提高榮獎 然後加速他們都更的速度好不好 好謝謝謝謝市長 謝謝市長 我請問